1954年出生于台湾高雄的侯冠中 在大陆从事文化创意产业近30年 目前他在河北、内蒙古、新疆等7个省区 经营着17家法兰瓷店 3月12号 记者在石家庄见到了正在工作的侯冠中 我是90年代中期到大陆来的 那为什么来呢 因为觉得大陆这边充满了生气蓬勃 也这个地方的风景非常美丽 有很多的活可以干 那干下去活呢 觉得是生活非常的带劲 也能创造效益就来了 据侯冠中介绍 法兰瓷是世界文创知名品牌 也是台湾文创产业的先行者 初期作品多销往欧美海外市场 作品题材以蝴蝶、原野动物、天使等西方文化常用的符号为主 近年来 他们开始创作以中华传统文化符号为主题的作品 2012年 法兰瓷和瓷周瑶博物馆合作 推出了一系列作品 这一件是我们法兰瓷跟瓷周瑶博物馆合作的作品 是引用了瓷周瑶原来的黑白替花的这个作品 然后我们法兰瓷把它立体化 把原来立体化 然后把画的这个瓷值的颜色做得更温润 我们跟台北故宫有合作 跟梵高博物馆有合作 跟美国的这个费城博物馆有合作 但是我希望有一天 有一天啊 我们能够跟北京故宫一起合作一个案子 2020年的新冠疫情 让法兰茨公司经历了一次大考 他们的店面受新冠肺炎影响 而关停近两个月 但是各地政府给予了他们减免水电费 店铺租金等优惠政策 侯冠中说 2020年公司的营业状况基本正常 利润率没有下降 他对2021年的经营非常有信心 我觉得能够跟着这个社会的脉动一起前进 就是我最大的前进的动力了 在大陆经营市场 这个大家一股气领在一块的这个感觉 非常的美好 也是引动我们往前面 继续往前走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67岁的侯冠中笑称 自己依然很有干劲 不想退休 近年来 他在石家庄举办了法兰茨全球设计大赛 还经常到河北的一些艺术院校 讲授法兰茨文化 积极推动祭台两地 陶瓷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侯冠中说 他对大陆文创产业的前景非常看好 我觉得未来会越来越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开始 大家开始去喜欢国学 这是我们核学的核心的精神 第二个 就是我们开始喜欢我们的环境 我们爱乡爱土 第三个 就是我们生活的水平一直提升 就营商环境 跟这个市场环境都会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